这个是你用Sara生存的视频 而这个是我的 有人可能好奇 阿卜主你生存的怎么没有水印 是因为你是尊贵的付费用户吗 本来想以普通人的身份 跟大家相处 换来的却是疏远 其实我是邪羞 不装了 摊牌了 比三 不可能吧 IG输给第一了 看这风景 我们真到月球了 好 我要开滑了 我们在Sara的APP中去生存视频 它实际上是不带水印的 只是当你存放在草稿箱里 或者是下载使用的时候 才会附加水印 这个也很好理解 它总不能在自己的APP里 还带有水印 也太奇怪了 是非常影响观看体验的 而当我们把这个视频下载 想要发布在其他媒体上的时候 别人一看这个视频 哇生存的非常好 这个是哪个AI生存的 一看有水印 是Sara2 所以大家自然就会去使用Sara2 但是确实非常烦人 所以给它去一下 首先你需要下载一个抓包工具 用来我们浏览的时候 帮我们抓起无水印的视频 本期的这个无水印方案 需要你有一台iPhone 如果你没有的话 你可以去网上搜索一些其他的教程 如果说你更习惯于看文字教程 可以来到我的博客 在Sara2刚发布的时候 我有出一篇博文 有些视频里忽略 或者不方便提的内容 都会在博客里进行展现 我们废话不多说 现在开始 你可以在Apps2中去搜索抓包 我们可以在下方随便找一个 我这期是以这个为例 没有什么其他原因 因为这个图标非常好看 它是黄色的 刚好我爱搞 下载之后 我们打开这个应用 应该会让你安装一个证书 大概就是这样一个页面 应该是显示没有安装 我们点击安装到本地 然后在这一块 有两种方式进行导入 我推荐用方法2 所以点击下载 然后就会调转到浏览器 我们允许 之后我们点击设置 这里就会多一个 以下载描述文件 然后找到刚下载的证书 点击安装 OK这样就安装了 接着我们在通用设置里 然后关于本机 那在底部呢 有一个证书新设置 我们点击进去 然后把你安装的证书 给它勾上 那这两步结束之后呢 可以重启一下 我们的抓包工具 看看它是否安装成功了 接着打开我们的扫软 找一个你要下载的视频 比如说这个 我先把它发布 因为只有发布过的 才是无水印的 可以看一下这里 OK水印不见了 我们等会儿就来抓它 现在回去 打开我们的抓包工具 点击这个按钮 给它打开 OK已经在抓了 返回Sora 然后打开这个视频 然后你们可能看不到 这个视频的画面 因为OpenEye它特别的操弹 它设置了 录屏的时候是黑色的 就像国内的 某些视频平台一样 防盗吧 应该是 就是不让你录屏 OK大概是这样 我们返回 打开招包工具 你会看到这里 多了很多请求 这是因为我们打开了Sora 它就已经在抓了 我们没点击一个视频 就抓取一次 不过可能有人有疑问 不是一次请求 怎么这么多内容 这个也很好解释 因为当我们打开Sora那一刻 它就已经在默认 加载视频了 跟一些短视频APP的逻辑 类似 它会提前请求一下下转内容 这样我们刷的时候不会卡 好我们来看一下 你可以看到 它请求的地址是 video.openai.com OK我估计就是第一个 就点击它 然后复制上面这个链接 直接在浏览器里去粘贴 那这时候各位就能看到 这个视频是完全没有水印的 你可以直接点击这里 就进行下载 那下面几个是什么东西呢 给大家看一看 比如说这个 好这个地址呢 它抓取了我的账户封面 因为我们访问了那个页面 那个页面里的东西呢 它都会请求过来 那如何去下载别人的视频呢 其实也是一样 我们可以直接查看我们的观众列表 或者用户名 甚至是刷到的内容 然后我们点击他们的头像 在这其中呢 你就能看到他们创作的一些内容 比如说我想下载这个视频 那我点击进去 这样就发送了一次请求 我们返回招报工具 可以看到有三个下载错误的 这个是我们网络的问题 我呢总共是抓了两次 才抓到这个视频 所以如果你发现这个请求地址比较多的话 比如说有三四个 你可以去试一试 那大概我这个是第二个视频 然后直接把它复制 我们就有了这个直链 没有水印的 那么大概的操作流程呢 就是这样的 也是非常的简单 如果说你没有iOS设备 依然想用无水印的话 那么你可能需要去购买API 或者是一些支持 Sora服务的第三方厂商 最后呢简单说一下它的原理 然后我们结束本期视频 简单来说呢 我们在后台点击下载的时候 它会自动请求一个带水印的链接 而这个无水印的视频呢 它要进行一轮的健全 就是要传很多的参数 那这个健全是用来干嘛的呢 就是它要识别一下 你使用的设备是不是iOS 你是不是在这个SoraApp里去查看这个视频的 如果是 好 给你返回无水印的视频 那如果不是 你在网页上直接给你个带水印的 你休想不推广我就用我的视频 真是活到了 学到了 这个OpenEye公司呢 真是太open了 你他妈 好了前面的都是玩笑 如果有冒犯到各位的地方呢 我先道个歉 对不起 如果有什么想要补充的话 各位可以在评论区进行留言 帮助到更多的人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对你有所帮助或者觉得视频做的还不错的话 欢迎给各位一键三连 我是段风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